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台视 五金言新闻 我是乌凯文 天降水泥块 台中南区一栋屋林25年的大楼 顶楼的水泥块剥落 从18楼高掉落下来 差点砸中底下停等红灯的骑士 而停在底下 有一部机车更直接被砸毁 附近的民众表示 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掉落水泥块的意外了 大楼管理员则私下透露 可能是因为建材老化 目前先围起了封锁线 避免人车经过 机车经过大楼 突然一大片水泥块 从天而降 差点砸到车子 换个角度看 骑楼下民众先是听到巨响 吓一大跳 连腿好几步 一走出去 路上全是砸碎的水泥块 前面路口正在停等红灯的骑士 回头看 后面骑士载着小孩 差点被击落 赶紧往前骑 天啊 好可怕 天上下起水泥块雨 虽然骑士们都有戴安全帽 但除了头以外 其他地方都没有保护 要是被砸中 后果不堪设小 它大概就这么大块 然后从上面掉下来 砸到好像那个摩托车 就是有车牌掉下来的 因为它掉下来 中立加速度可能比较危险 最近台中东西都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样子会很高 第二次 第一次也是从隔壁栋 顶楼掉下来 11号晚上6点多 刚好是下班时刻 民众在台中南区 这一栋乌龄 约25年的大楼底下 停等红灯 差点被掉落的水泥块砸到 抬头看水泥块 就是从这18楼的顶楼处掉下来 直接砸中地下这部机车 现场围起封锁陷阱事 避免人车经过 初不了解可能是建材老化 导致水泥块剥落 不过大楼已经不是首次掉落水泥块 还好都没有砸中人 但如果不彻底修缮完全 谁都不敢保证下一次 能不能这么幸运 这潘显玲家民台中报导 那我们在家里面的一栋梁 我们在家里面的一栋梁 我们在家里面的一栋梁